我是尤尖旺區大南的後任區議員李國權 其實過去這段日子裏面 在6月到現在 太子尤其是旺角警署一帶都是催淚彈的重災區 那邊無論是商戶或者附近的居民 對於催淚彈入屋這件事的影響很大 在我們就任之後 當選之後也有很多居民跟我們說 上任之後一定要在區議會裏面嘗試跟進這件事 現在居民最關心的位置就是催淚彈發放完過後 在社區裏面的殘業物質對於人體的影響有多大 尤其是住在那裏頻密發放附近區域街道的居民 他們因為之前 尤其是8月到11月這段時間裏面 真是每個禮拜都受著催淚彈的影響 他們是很擔心自己身體會有出事的 政府不公佈催淚彈的成份 其實對於市民來說是很恐慌的一件事 我們很希望政府承諾幾件事 第一 政府尤其是警方的執法 其實他們應該要考慮附近居民和生活設施的一些因素 而不要濫用催淚彈來做一個驅散和阻限 第二 我們很希望政府在善後工作裏面 確實落實一些東西去處理社區的化學殘留物的問題 我們聽到居民比較關心一些 第一 雙鋪 不同雙鋪 無論有生集或沒有生集也好 它的滲透性很強 所以附近街道的店鋪 尤其是食肆 影響很大 另一樣 大廈亦有法團跟我們談 關於大廈外場 公共地方的衛生處理 亦都很希望政府尤其是食環署 看看會不會有支援可以給到我們 但有一件事我們很想提出 現在在社區服務我們的街道清潔工 其實他們沒有任何化學的防護裝備 但政府似乎想委派他們去做 催淚彈影響過後的一些清理工作 我們希望政府如果真的要這樣決定的話 他們一定要給足夠的措施支援給他們 這個我覺得是對於這班基層工友 基本的尊重和保障 其實老實說 在我們看到的社區 譬如我們街友的小食檔 在太子道西 尼敦道夫人 其實他們不能要的食物 我也看到他們是會扔的 對於他們來說 當然是一定會造成損失 但我自己看到的狀況是 其實他們這樣扔完一次 所以第二天就算有社會行動 他們都會召開門 因為他們要承擔一個很貴的租金 其實他們沒得選擇的 面對著硬食他們都是要開檔的 他們都不知道追哪個部門好 他們一定不敢問警方 但也都看不到政府有哪些追討的方式 是他們能夠友善地處理到 所以我們都呼籲區裡面 尤其是受催淚彈在健康問題 或者生活上面有具體影響的朋友聯絡我們 我們也都很想在區議會這條線裏面 可以有一些跟進的渠道 表達的渠道 跟政府部門談 怎樣做那個線後工作 其實對於地區的商戶的影響 催淚煙是第一個 令他們沒有辦法經營 第二樣就是政府的 尤其是港鐵的一些措施 其實令到很多商戶經營困難 我區其實也都是食股 而食股多依靠夜晚晚飯的收入去維持 之前有一輪大家有留意到地鐵10點去關門 居民就不會10點才回來 居民其實會早些 可能7點多8點回來就會回家 變成市面上那個經營環境是非常之差 而我們見到政府現在說 扔資源出來去做 它都是說一些你會回去大灣區發展 你會有一些跟海外投資傾向的一些小企 它就支援你 但是這些地區上面經營的店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幫到他們 他們之前開心一些的 就聽到有非官方 李嘉誠基金有少許的支援給他們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老實說未頂一個月租金的小部分支援 但是對於他們長遠怎樣去再次振興本地的經濟 其實我覺得政府一定要回應那個政治訴求 第一就是 第二想辦法處理我們剛才說的社區 這些殘留的影響在執法之後 另外就是香港人就來聖誕了 怎樣有經濟意欲 我很相信是要看政府怎樣去推動地區上面的經濟 其實在我自己在太子附近一帶 其實都見到有店鋪是相繼關門的 我自己都遇過居民 他親戚他弟弟是開店鋪的 他都走來跟我求助 跟我說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做下去 這個部分我們都老實說沒有辦法可以做得到 始終這件事最大引起的最大的影響 我相信全香港人都一起在聖誘 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地回應民間的訴求 香港的經濟才有復甦的機會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在太子站附近 都會認識很多一般生活的居民 大家都見到王岸警署夫人久不久都會有些市民聚集 我們跟他談 其實真的不是每個街坊 都是有一個很清晰的政治合作 所以下來 反而是他們執法的過程裏面 他們遭受一些無辜的影響 這些才令他們最大怒火 為什麼最近的民調見到有四成人被警隊零分 大家對於警方執法的模式 其實真的很不滿 所以在社會上我們說要獨立調查 還市民還社會公道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支持這件事 我很相信和政府執法的方式 對於一般市民產生很大的問題 是一個很具體的因素 其實有的 其實有很多街坊在社區上 沒有特別的政治主張 或者沒有參與社會運動 但是因為經歷過回家 就是地鐵站一上來 就明明蒙蒙射出血彈 吃了煙 我猜大家第一次吃出血彈 那個反應會很清晰 流了眼水 被太陽全部流出來 接你連絡來 就是有防部警方逼你去驅趕你 對於一個市民剛剛收工來說 他遭受這樣的對待 如果他真的沒有參與社會運動的話 其實他會很憤怒 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要對他們這些市民 其實是的 太子站這個位置 就是相對 就是大家心裏面最重要 想想 就是張興的公義是831 但是我猜 無論是 就是下來關注這件事的人 或者在附近生活的人 其實他們同樣都是受著這些驅趕 影響他們生活 所以他們是很生氣的 是的 我看到他們的街坊 那時候選舉期間 其實真的有很多街坊跟我們說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代表到我們 你一定要在區議會這個平台 盡量跟我們還回大家的公道 不只是五大訴求 是對於小市民在生活上的影響 政府為什麼到今天都還未肯認錯 還有怎樣在善後工作裏面支援大家 這個是他應該要負責任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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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